字幕提供 台灣要能夠跟大陸有手區隔 我們最拿手叫ESG 當大陸開始 用各種監管 尤其共同富裕 我最近在講 如果碰到共同富裕的時候 台灣一定要更加落實ESG 為什麼 如果騰訊阿里 一年都接1000例人民幣 那你想一想監管的過程 最少要經過股東會討論 董事要同意 大陸的企業 都跳過這些流程 所以你ESG 如果用放大鏡來檢視 中國在ESG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框架裡面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有焙於 跟中國企業最大的不同 台灣一定要更加落實ESG 在這個時候 談到永續 也能夠創造新經濟 蔡總統在2016年 舊子演說中就強調 追求一個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 一直以來 政府從能源產業環境社會公益 及國家安全各個角度 來前盤規劃 早次符合台灣未來永續發展的道路上 也就是同時把減碳的挑戰轉化成 產業跟就業的一個新機會 我認為永續經營不能只談ESG 必須是EPS加上ESG 你一定要能夠 透過一個堅實的這個營運的基礎 賺到足夠的錢 才可以去做這個 這個這個 推動或做好ESG 那進而有了足夠的這個資源 我們才可以把我們ESG的這個 相關的治理可以做得更好 那我們在整個公司的治理 還有在發展的策略上 一直都是鎖定著在 在跟關鍵能力有關的 競爭優勢上的發展 這關鍵能力對於鴻海集團來講 我們首要的是核心技術的掌握 那第二個 就是希望打造一個平台 來發揮我們團隊的作戰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再提出來MIH 就希望透過大家一起來 發揮我們團隊的力量 來跟這個世界做競爭 那第三個我們就佈局全球 在佈局全球上面 我們也提出來一個新的一個做法 就是跟在地的企業合作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BOL 對一個新的創新的合作的這個模式 那BOL是源自於BOT BOT過去我想大家都知道 Build Operate Transfer 那很多國家都不太喜歡 Transfer這一塊 Transfer就是你弄好了 經營好了雙手一攤走人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改成 Localize不是Transfer 把它變成在地化 那這就是我們BOL的一個創新的合作的模式 那我們把這三個策略呢 把它充分地應用在電動車 還有半導體相關的這個 這個產業的未來的發展上 所以各位可以從很多媒體的報導上 看到的這些陸陸續續的這個報導 都是沿著這樣子一個策略來發展的 我們認為永續經營的方程式 我們認為就是EPS加上ESG 那所以我們在除了在EPS極大化的時候呢 關懷愛護及深耕我們所在的這一塊土地啊 是我們作為這個企業公民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負起的責任 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讓我們的同仁知道的 這個ESG不是為了公司 是為了你自己啊 你自己呼吸的空氣 你自己所站在這個土地 那都是你自己的 那我們在這個 推動這個ESG的過程 剛剛也提到過 所以我們不能只有單純的ESG 剛剛那個副院長也有提到過 就是我們除了在環境上要持續的改善之外 我們同時在經濟上也要有一些成果 所以我們在推動ESG的過程 我們一直在找尋ESG跟EPS的雙重的一個機會 就像我們找到電動車還有儲能 就是類似這樣子一個產業的機會 它可以 你同時可以做ESG 但是同時你也會有EPS 好 好 那我們有一些成果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響應了CA100加 那目標也是在205年做到這個零碳排放 那我們也跟我們的一些主要的客戶們 希望能夠做到100%的使用綠色能源 那在這個ESG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持續的跟國際接軌 跟很多國際的目標和倡議 都我們都有參與 那過去這一年 那個鴻海獲得了許多的獎項 也被納入了幾個重要公司治理 還有綠人的指數 這些肯定 我覺得這是一股可以持續 讓我們可以持續推動ESG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剛剛也呼應一下劉董剛剛講的 整個社會責任的這個基礎 這一定是從經濟責任 就是說你必須要先有利潤 那你才可以去分享 所以最基礎你一定要有經濟的責任 就是你一定要賺錢 那第二個往上呢 這法尊 這個一定跑不掉的 所以法尊也是我們ESG裡面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嚴肅 那 做到這裡當然還不夠 這網上 這個道德上的責任 這就越來越接近整個社會責任 道德我們常講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 其實在法律之上 一定還有一些事情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所以 然後再往上就做一個 善良的企業公民 那這個企業公民不但是在地 而且應該放諸於全世界 你必須善盡一個這個責任 那這個就牽涉到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其實ESG整個脈絡呢 其實就是你要善盡一個 善良的這個 Global的一個企業公民的責任 那你不但要愛護這個環境 對社會要有分攤的責任 而且你對整個氣候變遷環境的維護 這個變成除了剛剛講賺錢以外 我們就必須要在這裡有我們自己的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中間一個最重要是說 你一定要有賺錢 你沒有賺錢你要做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你就做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來保護這個地球 同時也要讓人類能夠呢 也永續的可以生存下去 我們這幾年呢 也做了相當多的這個 節能減碳的這個工作 我們在水的部分 那麼當然它的回收就達到 23.4萬公噸 那同時CO2的這個排放量呢 那麼也減少了 將近300個這個立方米 所以那當然像我們這個小公司 綠色的這個資本支出呢 也達到將近2.4億這個部分 我想剛剛大家也談到 ESD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那環境的問題 那氣候的變化呢 那各位已經都很清楚了 極端氣候所引起這些災害呢 對我們的傷害 那已經迫不及待了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地球溫度的上升呢 一直往上在爬 大概這些專家們說 這個地球的溫度 如果再上升2度的話 那當時 從當時基礎到後面如果上升2度 大概就不可利 他們的看法是不可利 然後所以巴黎氣候協定 就把它畫了一條安全線1.5度 那現在顯然啦 顯然 所有的專家 我看他們出來報告呢 這1.5度 已經鎖不住了 已經鎖不住了 所以現在已經從1.5度呢 上升1.5度到2度這個里程 再邁進 其實給人類的時間呢 也不多啦 也不多啦 那依他們估計呢 是只剩下16年或是17年 那了不起給你20年 所以 所以大家很期待 這個 所以為什麼說 2025年 這是變成一個 很重要的關卡 如果救不回來 大概 我們大概就是人類的一個浩劫 所以 這個 我們 身為企業的 這個 世界公民呢 我在想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 如果你要永續生存 那如果大環境都不能 造出來的結果 就已經不能讓人類生存了 那你企業怎麼生存 所以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非常 嚴重的 很 的議題啦 在永續金融的這個議題上面 其實就是剛剛兩位董事長所提到的 我們一方面要做ESG 一方面要永續 另一方面就是經濟的發展也要好 也就是永續金融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經濟跟永續的正向循環 第一個當然是責任受信 也就是說 就一個銀行 它最重要的市場的力量就是 它 吸取了社會的資金 提供給社會來運用 它掌握了資金的分配權 那這是一個市場很重要的力量 有時候經常說 所以在這一個地方 那如何能夠讓這些 受信的資金用到 對環境有保護的這個議題上面 那其實這也就是次到的一個原則 那另外當然就是高污染的產業 那盡量的就不再去乘坐了 或是必須要讓他們有改進的一個計畫 第三個當然最近所用的方式 又更往前一步了 也就是對企業的受信的話 往往它受信的條件 就會跟ESG綁在一起 也就是ESG Link Loan 當企業的減碳達到一定的標準 或是當企業的用水用電 能夠符合減碳 符合節能的這個標準 或是企業在公司的治理非常的好 或是它能夠在 倒窮永續指數能夠得敏 那這個的話 利率就會越來越低 其實這也相當的合理 是能夠把這些事情都做得好的企業 一定是最有競爭力的企業 而且一定是風險最低的企業 那這也符合整體金融受信的原則 第二個責任投資 也就是說銀行的力量 絕大部分是在貸款的行為 另外像玉山銀行 目前大概有一兆元的投資的部位 那當然這些投資的部位 有的是股票 有的是債券 那對發行股票或發行債券的 本身也會有影響力 所以呢我們一方面 也希望鼓勵這些企業能夠朝ESG 所以凡是我們長期投資的 上市櫃的公司 那我們每年大概都會寫信 來告訴他玉山非常重視ESG 玉山也是他長期的股東 那也期許公司能夠在ESG 把他做好 那當然玉山自己也發行了 許多的律債 我們到目前為止是台灣最早發律債 到目前為止我們發了四檔的律債 金額大概在88億元 也是國內銀行發行律債最多的 另外就是有關我們自己的產品 那剛剛也有特別提到就是零碳的信用卡 其實這個是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的信用卡提出來說 那很多的產品都有碳足跡啊 那金融業大部分的產品都是五行的產品 那信用卡的發行量非常的大 那我們可以來檢測一下每一張信用卡 每一年大概是拍了多少時間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跟環保署 來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環保署告訴我們說 全世界他們查過 沒有人有這樣做過 但是台灣要不要做第一個 所以就在環保署的指導底下 我們也造集了金融同業 大家共同來開會 然後也邀請了信用卡的製造的廠商 那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之後 我們就真正的把一張信用卡 到底從它的製造使用到停止的時候 它到底是釋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 把它平定出來 那平定出來之後 2017年我們就開始做碳中和 那到2019年我們就覺得 那每一張信用卡 新發的一定要讓它是一個零碳的信用卡 那另外像我們在財富管理 我們賣了兩千多檔的基金 我們也開始從基金裡面去做評鑑 哪些基金所投資的標的物 那基本上是符合ESG的原則的 我們就盡量來銷售這些的整體的基金 也就是對我們的產品的部分 我們希望也能夠散盡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就開始植樹造林 那植樹造林那很妙 它這個植樹造林後來才學到 所以剛剛社長有提到說 這幾年這個在學習什麼 其實就真的在學習植樹造林 因為植樹造林它本身植樹造林出來 它能夠做一個減碳的功能之外 你在造林的過程當中 怎麼減碳也非常重要 我們就向當地的地主去學習 植樹本身有一個減碳的過程 持續的 它不但是減碳 低碳 廢碳 同時它是一個滾動式的 所以因為滾動式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整個的公司裡面 在看待台灣的變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植樹造林 我們做的已經是進一步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在這個 相關的食安園區 食安園區這個部分 我們是在大概2017年做的 2017年我們就在中立 那麼做了一個實驗的場所 因為我們做這個不動產業 大概講一 就講的所謂的土地跟建物 就是環境 跟各位親愛的貴賓報告 那麼S講就是人 就是我們的客戶 那G就是公司治理 我們希望有一個實驗的農場 那麼在買賣農地的過程當中 能夠讓我們的買方了解到 怎麼去經營這一塊農業的一個範疇 在農場的一個建立 建制的過程當中 都有完整的經驗 一個完整的模組 跟實驗的機會 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所以我們在2017年 我們就有擁有大概是 兩公頃的20座的溫室 那麼把這個農業的一種 散的循環的力量 建制出來 那麼形成相關的友善的農法 那麼對土地的友善 對這個弱勢的友善 我們大概一年大概可以產生 大概差不多10萬斤的這個蔬菜 10萬斤蔬菜呢 我們75%呢 貢獻給我們的門市的同仁 讓他們在學習土地不動產買賣的過程當中 能夠去友善土地 那麼另外25%的這個蔬菜呢 我們供應給八個運用院所 讓這些小朋友呢 能夠體會到友善食安 以及有機的一些概念 那麼形成一個良善的循環 這也是我們在努力做的部分 那麼因此呢 人類是有權利呢 居住在好的空氣 跟好的健康環境當中 因此我們配合著環境變遷 那麼配合著人口高齡化 台灣房屋就提出一個公私治理 也就是說 你除了台灣房屋 你要有能力從事一般中古屋成屋的買賣 那是非常單純的 價格透明 平素正確 沒有輻射屋 沒有海撒屋 那是一個個案的一個表現而已 但你要把整體環境經營好 因為輻射屋海撒屋是一個個案 但你怎麼讓環境更好 怎麼讓它更符合呢 這個綠色首都的概念 所以因此呢 我們在高齡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透過ESG呢 就打造了一個公私能夠治理的 我們整合了建築美學 整合了醫療 整合了長照 整合了護理 把四大機構把它整合出來 開發了亞洲健康智慧委員區 我們開發這個案子之後呢 那麼也獲得呢 這個非常多的好評 而且我們一開始接觸這個建築呢 跟向各位先進報告 我們就走向綠色建築 一般大概建商如果開發案子 很少一開始就走綠色建築 那這一方面我們就讓我們 內部的同仁去了解 我們除了有本業的經營能力之外 我們也有跨領域的經營能力 也獲得我們內部同仁的 非常大的相親力跟共識 這是跨足了防罪領域 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 深深覺得ESG它最迷人的地方是說 當你做下去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再回頭了 而且你會 所以我們才倡議ESG plus 就是說讓你越做越迷人 越做越好 它其實是有這個趣味的 這個氣候變遷所造成的 就是對方的一個影響 那身為這個 這個地球人之一 或是地球的企業之一 我們責無旁貸 一定要把我們的這個環境 要能夠維護下去 這樣才非但 才有可能讓我們的企業 深深不息 讓我們的人類也可以深深不息 所以在ESG這部分呢 我們也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們一定要起一個 盡我們的力量 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來呼籲或是引導台灣的企業們 能夠在ESG上面來多多的努力 來一起能夠創造一個 可以永續經營的台灣 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想法 這一次做這個所謂的高齡化 跟這個環境變遷所創造的建築物 就是因應這兩個議題所做的 那麼在這個整個綠建築方面 我們除了是按照我們綠建築 申請認證的標章之外 我們未來還有所謂的綠色供應鏈 將來進來的東西 將來進來的食物 我們都必須要經過這個完整認證 也許我們只是略盡綿薄之力 來推動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相信未來一定是成為 整個台灣社會所需要的一種環節跟運動 我們在默默地做 我們在努力地做 一個企業如果你願意有這種向上挑戰 那希望可以從優秀 邁向卓越的這種追求 而且願意拿出實際的做法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讓你的企業藏寶活力 那當然把CSR把ESG做好 也更容易得到員工的信任 也更容易得到投資人的信任 所以我覺得做這件事情 對企業的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影響 董事會還有你最高的管理者 那你必須自己有那樣的決心 那同時你又必須跟員工 取得共同的這種認識共識 那由上到下真的合為一體 把它變成內化的這個DNA 說真的要推動比較容易